就可以當我輸入什麼之後 然後呢這邊就可以顯示出來 那程式部分 那方法都一樣嘛 你要怎麼去翻譯ID呢 一樣嘛 按右鍵 去怎麼樣呢 Edit ID 它叫什麼 對不對 要宣告 連結 再什麼 Gate Test 有沒有 取得它輸入的東西對不對 Gate之後 然後呢你按一下Button之後 它不會計算 對不對 計算完之後的話 也會把結果輸出 比如說1加到多少 比如說1加到100的結果 要把它秀出來 那不是一定會有一個輸入跟輸出嗎 那輸入就是用什麼 用這個 Edit Test 對不對 那輸出的話就是TestView 對不對 就OK 那基本上 之前寫的程式 也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這個Android的版本 其實都不會有問題 程式基本上都一樣 只是說把什麼呢 把這個以前的Man 有沒有 改成Uncreated 對不對 它裡面都一樣 只是說 多了什麼呢 宣告 宣告的部分記得 最好是放在痊癒的啦 比較不會有問題 再來多一個連結 反正習慣之後 以後你就要翻譯把ID了 然後再建立事件 那建立事件的方法也一樣 OK 所以這裡的話我想 等一下有時間的話 各位可以慢慢的感受一下 從Java變成Android 基本上沒有太多的落差 因為它都是一樣的東西 OK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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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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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ce